天元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是2021CATV电视快棋赛 八强赛 接下来这盘棋是由范廷玉直黑对党一飞的 他们两位也都是世界冠军了 对对对 现在应该说实均力敌 而且年龄也相当 好像是范廷玉比党一飞小了两岁 反正比较接近吧应该说 行 那我们就来看齐吧 好的 半题先赴黑 点33 直接点了 挡住 爬一个 对 白棋这个长 争一个宣索 挖角 这半棋 白棋先拆 刚才直接拆一个 是的 现在这个 这个地方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拆一次 现在这个局面下跟刚才不太一样 小废挂角 小尖 这个都很普通吧 很普通 对 这地方这个局部很有意思 局部将来是要走的话尖起来 哦 是 好 白棋先点了33 白棋先点33 白棋先点33 这是最后的一个 最后一个空角了 对 看起来的空角 就虽然黑棋是新小木 白棋是新小木 黑棋点了嘛 白棋点回去 嗯 挡住 然后扳一个 嗯 他这个也没有选择那个长起来 哦不 他是顶了扳的 对 对 他是顶了扳一个 然后长一个 现在这个局面下 就是如果你要去走这边的话 他这个就打的力还挺大的 是的 所以 爬 白棋 黑棋就选择 长 简单的走 对 其实也不小 嗯 嗯 那白棋应该是要尖出来了 小尖 嗯 他把这个子触动 对 以前我们的老丁是有直接飞的 让它飞出来 你还要不要有影响 他爬了 再尖回来 嗯 那么现在都是 周工人中间的 势力比较重要 哦 那么你既然往外走 这个根据地呢 你黑棋是要把你收掉 嗯 然后正常的话 这是飞一个 有这么飞的 哦 实际上他跳了这个 跳和飞两种选择 按理说那是就是飞呢 就是比如说黑棋在这儿飞呢 他就打算往那边走起 是吧 他可以跳 他比如说他跳一个 那就再飞 哦 是这样 对 白棋我觉得他是 应该是不愿意交换这部棋 哦 哦 我觉得他是这么 基于这样的考虑吧 他肯定也是想过 这地方倒是应该跳 还是应该飞 这次 还是是啊 反正这个局部 你要往上走 将来还要进来 嗯 如果你要局部回去的话 他就没必要这样 嗯 可以先刺一下 然后白棋小尖 小尖 嗯 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很有意思了 黑棋是这个 对 他因为这个先手 主持有意思 因为是这个 就是将来你要靠的话 他可以先冲 对 啊 这个地方不能 得找时机啊 这个地方 可以写这样 就连不上了 两边都有断点啊 对 你要是吃这两一颗 他就吃这两个 嗯 是的 所以就是相当于是 他看成这个是线索啊 走到这个的话 将来这个线索就没有意义了 对 是 所以他走远一路 对 白棋呢 就是为什么要怎么学习 他就觉得这走 走完后盖塌下 这时候他给进来了 啊 走了是这个 他走 这个走的位置也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嗯 走在这 你看黑棋怎么应对吧 黑棋现在 他也是往 对啊 往下应对了 这这往上去的话 被人家跳下去 这不太好 抓住他就抓不住 对 抓不住 嗯 白棋先刺一下 刺他一下 下得非常的灵活啊 小尖 谢谢 这个刺一个这个阶好像能不阶就不阶 看的意思是 嗯 嗯 接住肯定是被便宜的 嗯 接住他可以甚至还要想飞压你什么的 继续 对 这黑棋得想点办法把这个阶给避免掉 白棋也来了一个哎又成了一个两面成型了 哈哈哈 黑棋还是会坚持起来啊 靠 靠 这个 先 看看白棋的啊 白棋是长的 尖出来 尖出 好 那么能让你这地方本来你这样靠的话 他肯定要冲出来给你战斗了 那你地方不好走 哈哈哈 嗯 白棋也走得很清零啊 走得这么遥远啊 啊 这个非常的 这这地方不知道白棋能不能靠这个 我觉得这个靠的手法 这不靠 可以吗 他就断了 可以吗 邱老师啊 你觉得可以 我不是临时起义想出来的 我 我 我也是的 因为这奇那是这样 如果你拐打爬会就被我尖就尖死了 如果你不走呢 那我就从外面跳一个我觉得也挺合适 啊 那就是黑棋是要搬这个是吗 还是就这么大 嗯 反正他的变化图是拐打爬会来被尖死 那显然不太会下成那个样子 显然下不成那样 但是我觉得比他单飞飞在外面那么松要好一点 嗯 嗯 就是黑棋如果打帅 黑白棋也不怕 嗯 对 是是是这意思 哎 这个倒是 这个好像这个图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是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就现在黑棋是可能也生的没办法 如果你别这样吃的话 这个靠下来 你只能下点斑了 挺麻烦的 这个啊 你这个就没有神仙手 他如果这里闭住这个冲是个打吃的话 那他这个靠就成了 那么呢就被走成这样的话就很难受了 嗯 是的 所以在这种地方还是要想办法 这棋要把这个形整好 对整好 吓得太飘了 好像不是个神 这样 他走在外面大飞 嗯 然后黑棋靠了一个 这个实战的结果 我觉得肯定是对黑棋有利 哦 这刷射 对 把这个字切死了 我知道了 就是靠完后 它还有冲进你 反而 对 是的 也走不好 按理说 应该这个子中 不是不是这么切掉的 嗯 飞在外面 啊 那么这边被冲出来 这个黑棋是几步交换 肯定是得力的 对 这个回合应该是黑棋转了 嗯 然后黑棋把这个尖出来 小飞 哎 这时候他就来这个了 嗯 他是飞的 对 因为因为这个地方呢 可以看到 就是黑棋飞管 白棋走端 都不所谓 他这个因为前面都已经飞到这里了 对 这个子 有了这个子之后 你这个飞的位置好奇怪 这个看起来 对对对 所以他也不在乎 嗯 他就压一下 然后长 飞 嗯 就把自己走上 嗯 哎 这这帮 哎 其实这种 其实最讲究功夫了 我觉得就不知道 应该怎么下去 对 这个局面下 特别讲究功夫 走哪儿不知道 走哪儿都确实很难 嗯 因为接下来这个中央 是这么虚的地方 嗯 但是你接下来中央总是要刑起的 你往哪儿走才是对的 对 真的是毫无头绪的感觉 还要懂 这么接 跟着他硬嘛 就不要走这个段 反正也是一种失误 又怕走着 有时候又怕落空 哈哈哈 就好烦 就走着 他下得还挺实在的 他靠了一个 靠这个 靠一个 好吗 嗯 这骑呢 冲的时候呢 他就算了 他就挤 接上 他是这样的 他如果我不接住 我就把这个吃掉 把这个吃掉是吧 把这个吃掉 他是不是就 就接住也好 接住也没关系 接住你也不能挖 接住的话 他是这么下 他可能是不是 直接就立下去了 他就算了 这两个子他就不要了 因为其实这两个死了 如果黑旗这边再处理好了 那白旗可是损失有点大的 就看白旗这边能攻成什么样 啊 那就变成 但是如果说挖回来 这肠被吃掉 那是起吗 那好像不是围旗 那好像亏了 对 那不是围旗 就说在这个局面下 白旗是硬要找到一个头绪 对对对 至于那个顺利掉不掉 再说 对 这个头绪找的怎么样 咱们再讨论 对对对 它是挤了一个 然后接上的时候 白旗没有挖 白旗是拐冲 我像 拐冲 拐冲这时候再接 可以啊 或者先 就接住 先撕掉吗 先撕一会再刺吧 截住是吧 你走完不走了吗 就是正常来说 那我得冲 我是冲还是搬外面 我知道了 冲吧 冲一个还挺大的 我觉得这顶了 接下来可以扳下去 之类的 冲 冲 冲这个 那就算了是吧 这两子吃呢 是这意思吗 不是不是 冲我就算跟着你硬 你不觉得还得再走 不然的话 你也没走到东西 我就说假如我就跟着硬 那我觉得好像白旗这个 如果说他立下去 被黑旗这个头藏出去 我觉得也不太好攻 好像看着 那他这不拐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拐冲 就觉得这个拐冲的时候挺奇怪 他是觉得这一代 跟这一代有关系吗 他可能想要 他想考验你一下 看你是不是打 因为将来怕走不到 那黑旗党上应该是被白旗 应该是比较便宜了 然后白旗走的这个 对白旗走这个 这是黑旗再接回来 对 那就是这点不起哪个 他应该是更看中这里的 还是更看中这里吧 对吧 是 这个时候好像推荐 是应该搬过的 还是这样 他觉得你挖回去不是很搭 他就长一个 然后 对 该干嘛 算 他说我都锅就行了 那就说明 如果你接触被他立下来的话 这个很苦 对对 因为他下面已经走了一个 刚才是觉得你立下来 我就往外走 这只头还是挺舒服的 挺唱的 现在已经不唱了 人家在这割了一个了 对对对 这还是有差距的 不过走成就算这样的话 好像 黑白的也没确实也没做到什么东西 他好像是这图呢 是他最好能这儿先点着一下 然后再吵一下 那就更厉害了 但是很很愉快的一件事情 那显然当时给黑棋的那个初衷 好像违背了 对范迪丁的其用来说 我先把木拿到手 对他特别的擅长自顾 是的 特别擅长自顾 他觉得这个姑奇不是事 对对对 他上一轮跟杨顶兴 也是也是靠自顾取胜 黑棋跳了一个 但是这地方确实很危险 我是觉得好像黑棋挺苦的 看着 这地方要补 小金 这个地方其实不一定好 这个肩 是吧 对 这明显冲你只能挡 对 就是 走在这里是不是更安全一点 一冲的时候还可以退 这其实单团的呀 哇 就有这可能性啊 因为现在你冲的话 你必须得打 对对对 断完后 其实你反而 会多一个打次 哦 这个地方 对对对 其实 外外围不一定有这个 就还是好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哦 那看看实战他们怎么下的 他是压了一个 然后白棋 要杀也不容易啊 这这要把他吃了 好像还是有困难吧 虽然说看起来前途有点凉 那现在把黑棋就简单往外跳 你就很就不好杀了 也要非正的话 他这马上就给你冲断 也是很麻烦 难怪刚才说这还不是走那 这正好退一个是吧 对对对 你看现在怎么办 嗯 我很困难 我不知道 这个不好杀 就是你要 要护住这个地方的话 你只能先这个 对吧 为了防止他冲断 那他就直接靠上去 你断 这个好像简单 就好像要弄断他 我不知道怎么办 就压吧 那就 那真的还能怎么办啊 就直接飞飞什么的 反正不太容易吃掉 我觉得要吃掉有点 太困难了 这应该黑棋还是很容易就练回家了 难度有点大 没有问题 白棋其实并不是说一定非得吃掉 他一定是要供出一点成果来 对是 你吃掉就不说了 他是飞的 飞一个可能反正意思差不多 他可能是想 但这个肠这个被斑了虎会 对 不一定是这种 好像是一个先手的样子 像是一个先中后 斑了虎的接下来这一般 他也不知道走哪儿的 白鞋小尖 这地方还是要防着冲断 这个冲断太严厉了 是的 对自己先把毛病补好了 然后才能发起猛烈的冲击 他走这个 这个确实是 来不对 这地方吃掉两颗 还不一定活 对吃掉两个是一个眼 那白鞋可以走到外头 现在 你说他尝一个是吧 他是可以脱鲜 白鞋可以走到外 他就可以脱鲜 但是这个 这个图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 这个断一个好损 他没办法 断着他要吃的 这边先做出一个眼 然后如果你要将来 将来这些杀的话 把白鞋大飞 一下就是 局部不活 是的 局部来说 他可能 要坚硬 得靠这个线索 在挂外 对 现在白鞋还比较薄 可还杀不了 大概是这样 对 好像这个杀鞋还是 但白鞋现在 在唬出去 就唬一个还是挺愉快的 我觉得 这个脚上怎么办呀 这是个好问题 果然 他唬了一个 然后黑鞋往那边飞 这飞的也 这个地方也 好像也挺怪异的 看着 他就是现在要 扩大眼位 他局部 他不好活呀 我觉得 那黑鞋还不如 直接刚才跳这个 跳在这儿是吧 因为他飞这个 他还想要这个 这个其实是个后中间 我们刚才说了 是 直接跳完 直接粘回去就算了 也不损伤那个脚壁 这肯定是要损伤上面 对 就黑鞋 白鞋的想法 大概也就是把它切断 然后看怎么弄上面 他黑鞋反正多多少少 也要付出一点代价 就是说 现在代价 就怕他 这个活完以后 关键是地方 还没有完全活干净 对 目前为止还是没活 白鞋还会逮到他来 因为这个肯定要 白鞋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先手 没什么好商量的 我肯定是要冲击你 你这代如果说 一旦让他多几个棋子的话 那他就 这脚也要死 这是脚吃脚 还是吃你这块 反正稍微组织一下 我觉得基本上都逃不掉了 那现在其实 先冲击 这不敢乱动 不敢乱动 这动两下 让白鞋多几个 你其实肯定就 不太好活了 等一下 然后压一个 小尖 然后就简简单单的 就让 先让活了是吧 下得这么简单啊 我都觉得很意外 对 就是 嗯 现在它也就这样了 搬活 是 一起搬一个 那它还是要冲进去 现在白鞋太厚了 这没什么好商量嘛 冲完了就打算断了你 就刚才这儿冲了一下 然后就打算断了 它这做点准备工作 就把这儿先给你放活了 然后就集中火力猛攻你这块 不是 因为它这有很多很多的线手 对 你让你这儿 如果少个后线手的话就完了 这个正常的话 是不是只能跳这个 跳这个 跳出来就跳完 就是说完后这一尖是吧 嗯 是一个什么形状 接完我刺这个 嗯 如果说这个 这个是先手吗 它 这靠什么会不会 对对 我就在想 它这儿如果说有一个先手的话 你可能这个就已经走不着了 嗯 比如说这个 这个能行吗 这样不知道 这是看的比较粗糙 好像 哇塞 这个如果说尖 尖不着 它刺一个的话 在这个你 我觉得你 走这个 如果打吃 好像不一定行 你你你你这个要小心点 它尖完飞出去 什么的 嗯 飞出去我可以挤断你 这太熟了 这样 先别刺了 先不刺了 先不刺了 反正它这个我觉得它肯定是 如果它跳的话 我感觉它已经想好对付的方法了 不就觉得简单吃掉 都不好办 我觉得都不太好办 你如果再断 你不还有想 这个 好 断完后你就算过来 就直接 对那样的话 先吃一下会好一些 跟你交换一下 那我这边想想干点什么 我关心它吃完后 这里出来以后 这边还有短点 你这个还没活干净啊 反正我觉得黑旗好像有点凶多吉少 有点凶多吉少 他不敢吧 这个他拐了一个弯出来 那只能跳了 嗯 跳一个 好 白旗走这个 他只要走着一下 好像黑旗就已经很困难了 这个肯定走得着呀 他如果说你不管沾哪个 我觉得他 沾这样的话 他要杀你 对 他肯定要动手 要动手 对 如果你走在这儿 他是不是也有动手 走在这儿 走在这儿应该没什么用 得 得要走强硬一点 对 他就是这儿 你这个往外走一点吧 怎么好一点 嗯 他往外去了 但是这也不对头吧 你走在这儿我也要杀你 没什么好商量 一样是 他好像只能煎一个 没什么可商量的 这个 哦 这部戏很厉害 这部戏有点厉害 如果说打吃的话 打吃的话 他就直接来了吧 那我这个呢 这个你就恰邪 他拉回去 你提掉 哎呦 这个已经惨不忍睹 他不行就不能不能行 但是你不能行 你也没什么急下 不能行 他就是这样的 你没有急下 就是这么下的 实在就是这样的 先冲被他打 打吃 对啊 也不行了 他这个准备工作做得 是好齐 刚刚好 再挖一下 恰是 如果你要提这个 被他冲过来 就把这全杀了 肯定不行 是是是 啊 真的是就这样提掉 提 这我觉得好像黑棋 接上 哎 他可以 算了 接上已经 我觉得他已经很满意了 我觉得是 这个藏还先手 是啊 要不然这挤完了一靠就断了 嗯 我的天啊 尝完再把这一吃 这太 太吓得太愉快了一点 是吧 击打 然后黑棋 简直是丢盔弃甲 被攻的 等等等等 你别慢点 嗯 他没有藏是吧 他没藏 哎 黑棋可以吃这个 对啊吃这个不是 吃这个是吧 呃吃这个你是想打断它是这意思吗 我需要打断吗 嗯 靠断 哦 靠断 嗯 反正就是把它打断了啊 反正就把它断开了 你打这个打不断 嗯 但是 白棋可以先藏掉啊再吃啊 这不是 黑棋毫无反抗了 嗯 对吧 现在我吃掉这个 我也基本上 活了呀 留个这个靠 如果说他接上的话 留个这个靠断是这意思吗 哎不对啊 那我就接上呗 我就被你 嗯 被你骗了 我觉得 那我就先冲 冲你那档吧 那我就接上呗 你打着你都打着呗 我就 那个什么 心平气和一点 啊 啊 心平气和 你这个这么心平气和一点 这里还是不是眼啊 那这个还是差好多啊 那被白棋尝到一下 但估计肯定是应该打着一下好一点 嗯 这样的话 木树里是不是也好一点 嗯 这个不光是这样啊 我觉得 团还是团 团一个就算你的呗 然后你再待会冲冲一下 哈哈 哈哈 好吧好吧 那你被我打着一下 你算了 那我算了 我忍了 那或者是你打的时候 他先爬一个 要不然就 嗯 他他让你缩过去 看看他实在吧 挡一个 嗯 这白棋应该是可以先藏掉的 所以应该没有 没有变换 团一个 然后他再藏了一下 这个时候藏了 对啊 他早就可以藏了 对 他先藏总是他的权利了 哦 上上 对吧 对 挡回来 黑棋要靠这个 他不嫁的话啊 哦 他是 其实这个是为了 为了加厚自己 对 是 他外面要厚一点 而且他糊到了 他街上 不是外面 这里就已经有半只眼了 对对对对 这还是有关系 对 不过这个加到 活到里头去了 黑的 也就算了 嗯 这白棋现在只是 外面确实很愉快 我们说了 对是的 但是你现在要把它转化为 实地啊 这个 你的部署上是没有得到多大的便宜的 很有意思的是 白棋这个经过这一串连串的攻击 各种各样的 好像觉得赚了挺多 这边下的铁后 把这三个子 基本上 你就已经作废了 要死了 但是这个胜率 看到白棋的胜率 只有百分之二十多 我都觉得很吃惊 二十多 嗯 不应该啊 我是是看 我看错了 还是怎么回事 那他就不要提这个 我觉得这个提一个 找什么提呢 这黑棋接触这个 有什么关系呢 嗯 黑棋 白棋就这个都不要走嘛 怎么都不要走 那就 那他这个提 可能不太对 这提因为是损木的 对 肠也肯定没问题 那就肠完该走什么走 对对对 黑棋这个地方 他接触又没什么了不起 我吃了哪都可以 是的 没什么了不起 你这个毕竟 这个木树很亏啊 对吧 不 如果说这一代 嗯 他他可以走这个 如果沾上的话 他实在要做眼的时候 他他得后手去做眼 要不然被一病也死了吧 不虎的时候 我挤在这儿 他不就死了吗 这样 这个接触先说打击 哦 对 是 那先虎一个是吧 先虎一个 还挺讨厌 这你不要走吗 那不走 对 你不要走就行了 那先不走 不 他黑棋不可能来走 走完后你这个是先走了 对对对对 对吧 是的 我觉得他这不提应该是有问题 这不影响什么的 他该走什么 就外面你想走什么 走什么 对 这个他应该是 感觉是形势非常好 他肯定是下的 这个顺手啊 很顺手 我觉得这下这么愉快 这个是 要走的话 可能会真的会好 好很多 嗯 我觉得像 AI这个设计说 白线还百分之二十几的话 他地方如果能稍微便宜一个一两步 马上就变成百分之五 没错 这个被加注好像是差挺多的 他实战时走到这儿 因为想想想想要断练 然后黑线飞一个 冲 哇 哇 乖 就是为中央了 哦 是的 就把中间这空为上 嗯 他我觉得打印非应该判断式 应该是不错的 我感觉他这一串 他走的太顺利了 太顺利了 他觉得这自己 这个任何人走成工程这样 我也觉得 这些是挺舒服的 嗯 但是没想到这个 其实好像木属不一定很好 搬一个 嗯 这个只能挡上 他是想要断这个是吧 对 他先点了一下 搬完了 但点这个 点一个 这下的次数也很有意思吗 点一个是想干什么 如果我挡这个呢 我也不懂啊 他他 一语何为啊 这个 长完什么 搬 没什么 搬完了 搬战如果先手的话 接 是不是有可能成立 如果说搬战能先手的话 有可能接上 对啊 搬战先手的话 那当然不一样了 但是搬战能搬得着吗 呵呵呵 嗯 他可能是这样 他可能是这样 我觉得 就是他搬的 你要搬的话 他可能会 会接这个 哦 这个 会不会有点 让大家看这外头 外头的情况 这便宜吗 这点一个 我要打一个问号 打一个问号 你得看看他是什么情况 然后白旗 黑旗断这个 断一个白旗要吃的话 他就进行一个转换 但是白旗吃这个 黑旗就先手能打招一下 就算便宜了 嗯 但是他直接就饭吃了 哦 哎呦 哈哈 这个双方都没有 感觉都对形势都很悲观 哦不 白旗很乐观 黑旗 可能是不是觉得 还是在拼人的感觉啊 你看这个点啊 对对对 是吧 黑旗好像一直在拼人 黑旗没觉得自己形势好 对 一定是 因为作为黑旗的方 吓成这样 双方都达成共识 他觉得这个地方亏很多 对 还是赚挺多的那感觉 但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至少是 呃 从设计上来说 黑旗现在是不差的 嗯 甚至还稍微好一点 这棋围棋真很有意思 这是 哦 那可能应该 这个如果说 一步棋亏个两步棋 这很正常 那就是策略就好几时了 嗯 就送出去了 然后他提了打结了 这个打结 提 他没提 没没提吗 提了吧 没提啊 提掉打这 哦 他打在外面 哇 这个 哦 这个 这个 这个太狠了 天 不先 玉琪杰先提嘛 对对 我会以为他总提一个怎么 提了 会下哪去了 黑旗找个结再说嘛 对吧 嗯 我提你还还能走到别的不是 白旗觉得他这一带有结材 可能是 不 黑旗打结应该是 这一带是杀这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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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找这个结嘛 他提 黑旗提的时候 他就是找这个结 这个结材 弯一个 哦 这个确实是结材 嗯 这个不能不硬的 只能团上 提掉 白旗当然可以先挤一下的 嗯 先挤一下 只是说结材会多一点 但是呢 这个被多了这颗纸呢 会稍微损一点点 这个是找结材的意思 搬一个 他就结上 哦 他这样直接搬了结 嗯 哦 对 然后提掉 提结 哎呀 那白旗现在没有合适的结了 他 因为这个是亏的 这是亏的结材 这不能乱走 因为要收的话 是单加的 对对 他粘了一个 粘一个 哦 粘一个肯定是结 粘一个 但是也有亏的地方 哦 哎呀 粘一个也稍微 这还好吧 反正忽略不起 就是 因为这地方加在 这边没什么的话 他可能会用这个打 断打 这不能不硬 这被顶死了 对不能不硬 这就不能不硬 提结 这地方 那白旗截猜怎么办呢 白旗截猜这个结吗 对 他就拐冲了一个 黑旗踢了 哦 因为都没有截猜了 那找知道白旗可以挤 挤了大截 这个感觉 从质感上 白旗就不会便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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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了十个 二十多摩 这黑旗刺的也很大 但黑旗全厚了 白旗这里 黑旗刺的比白旗大 而且现在轮到黑旗 插手旗 虽然没有 但是从质感上来说 这个打劫 白旗应该吃亏了 确实 其实我看到胜率 我觉得很神奇 这一期的胜率 白旗只剩下 百分之二都不到了 嗯 现在 黑旗 黑旗长一个 但是 这个快旗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而且 这个差距 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 还有很多未定因素 所以 不一定 哦 那先把这个 藏回来 这个也很大 藏回来 非常大 白旗搬这个 这个也很巨大 点 这个中间 显然想要破台一下 因为它这个有线索 是的 有个冲回来 哦 尖这个 嗯 小尖 他觉得这样就连回去了 哦 对 马上还要挖断你呢 嗯 因为底下 这都带着响了 你根本就 对对对 很厚了 嗯 打一下 直接上 把它直接 捏烤也是一样的效果 还有把这两个接回去 啊 接上 接这个是顺便练那个 嗯 嗯 那练得更好一点 练得更 末术更多 就是白旗像 当然是直接走这个 可以把它吃了 嗯 就算了 对对 白旗也把能把它全部 是的 就是 如果整这样啊 嗯 如果这个图 感觉黑旗好像还能把它挡上 嗯 嗯 是 这样我觉得黑旗应该还不错 哦 这个太大了 对啊 可不是吗 白旗这个脚加成这个 嗯 啊 这就是一个判断问题了 是看见白旗会认为是得平大 是围装大还是从这下去打 他实战是断打的 断打这个 嗯 那他觉得还是下去打 挖打 提掉 提掉 沾上 结束 嗯 结束 开始接上 是吧 对 对的话他还可以尖尖一个 是的 是的 再敲下去 啊 他还是想下去 对 他觉得还是破泥比较大 他只能碰不够大 因为这个黑旗现在跳不进来 他只能唬一个 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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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先走走 不走的话 他就跳住了 嗯 飞 就冲一下 也没什么用 我盆着 回首把这个吃了 啊 这个吃不大吧 我怎么觉得这个外面好像大的地方还挺多的 这个吃不大呀 这个白旗接触黑旗还可以走到下面的 嗯 这是我觉得特别 这个 眼见的啊 这个巨大 眼见的 这个虎就挺大的 对 因为你不走啊 白旗可以加 你走来走来来吃 这个好大 这个明镜比这个大 这种地方我觉得应该是范廷玉的强项 对啊 范廷玉的后半盘是很强的 现在这个区域啊 其实就是一个 收处 比控了 就收控的问题 那就是关子 那么关子呢 从感觉上这个吃就不是最大的地方 嗯 这吃一个我觉得是有没有这个大都是个疑问 对啊 而且跳一个 对啊 就跳一个半战 这先手四目 对这个 就收的可能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果然这个这一下好像这个胜率就接近了很多 看起来 胜率接近了 应该是这个亏了好些木吧 那些是 最少 是的 跳一个 然后白锡加了一个 这个果然都是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大的地方都被白锡走去了 那就是选手没办法 都被他走去了 他就算不 不虎那个 好像虎到这里也不小啊 对啊 这个逆手 要不然他还是虎 一个大 所以逆手五目 逆手五目 这其实就跳一个半战就完了 是吧 对对对 跳一个半战 逆手五目 他就虎一个的话 对 然后顶一个挡住 他把这个吃了 这个这个太大了 这个这个很大 这个很大 可能我觉得这个不要吃虎那个应该是最最清楚 就虎这个是吧 对 本身这个太大了 因为就算这个两个是白锡的先手 其实先手就要硬 然后呢 这个架子来说 因为白锡的下一手没有特别好的大的关子 那他其实也就是没有 没有什么历手那么大 这个本身的目数来说 就比这个要大好多 对 而且即使他街上也不是先手呀 我说是可以脱先 他不是绝对先手 对 那不行 我就硬到底下去 虎在这还不行 虎在这 不也还有个脱过吗 我想 这地方 这个黑锡没收赢 好像有点不应该 我觉得 因为这个关子也并不是很复杂呀 打完了 黑锡这么稀奇的可可可还觉得 他觉得已经是个胜利宣言 是吧 赢了 对对对对 这一分钟的判断这个鼠木不知道够不够用 因为 对他飞了一下 挡住 然后贴起来 这时候还有一点兄弟打架 嗯 把这个搬砖了 把这个 这个是他的先手 嗯 顺利上来看 现在应该是 就半目胜负 但依然是黑锡好 哦 现在已经是 就刚才看来这个黑锡的 这个还是不致命 并不是致命 确实黑锡的优势很大 目前为止这个胜率还是接近90% 那那是白锡什么地方有问题 刚才我看走完后 这已经60几了 对啊对啊对啊 那那他肯定是白锡下错了 肯定才会变成90% 那刚才这个飞难道有什么 没也没什么吓得特别夸张的 我没觉得 好吧 不过那么现在这个剩下来说 就是一页到后半盘啊 就是他就算好半目 他越接近 不是他就算是好半目 然后呢 他觉得你没法办法 那个在逆转的时候 他也是90% 对对 所以现在应该是还是挺细的 没错 现在目前为止 虽然说接近90% 但是还没有赢 就告诉大家 这其实还是有变数 现在黑锡是跳了一个 最最大的地方 班战完了 白锡走了 什么东西 白锡走了这个 白锡走了这个 然后他跳 这个很大吗 就刚才就说他这儿有问题 是不是就是这个弯 有可能 是不是应该走那里 这个尖觉得好大呀 这个小尖的花 这并不大呀 这个又吃又挖不掉 而且他有挖了 挖了断这个打结的手段 哎呦打结 打结 但是打结 打结确实有点 说不清楚 那就不知道了 那就不知道了 打结就搞不清了 这对 那就搞不清了 然后那个 跳一个 这样一来这个声率 就是往这边 往黑锡这边倾斜了 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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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住 擋住 这个利收 不小啊 擋住 什么 收这个还是冲这个呢 这就有点难 就简单冲也是离收三目最少 哦 反正如果说算成这样的话 我们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 冲了团柱的话 它虎回去就就一 因为你走的时候 你走的时候也一样的呀 一会设 对一会设 但是很冲一个将来留到这个好一点 哦 一二三三目 那就眼见的三目 对至少至少三目 是的 至少是离收三目 嗯 离收三目 呃 打起搬了一个 搬那个 对这个是最大的 啊 哦 它怎么是搬这儿的呀 怎么是打吃这个的 哇 它想提完后就给你打结吧 有可能 那这些 这些 他判断他觉得他不赢吗 不赢 应该是觉得 哦 哎 这些地方如果说 如果 另一个 这个另一个有这么大是吧 那他 嗯 另一个黑棋还挺麻烦 另一个那怎么办呢 另一个是先手 哦 它确实挺大 对它只能团在这儿 大概 嗯嗯嗯 那这边又扣吃掉也没有 可以 他打一个 如果说白棋搬上来 它提 对吧 这边又变成两个结 嗯 白棋现在 白棋不敢跟他打结 不敢打结 嗯 那提 它就接上 然后黑棋把这个夹住 嗯 它这个先手 还是不能打结 是 还是得补回去 白棋团住 它再补上 那还好 哎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黑棋还是不错呀 下得好下得好 哦 这种地方这个 范天玉就很强 我觉得哈 嗯 它立一个 对 这样的话 嗯 它反而便宜 对 本来如果打是街上的话 这儿也就 嗯 你现在还没结上呢 街上就差三木齐 然后它现在已经多了 它这儿有一木 就差两木齐 哦 差两木齐 但是它这边立完后 它这有两木 对啊 现在黑棋这有两木 至少是一个立收的 那我觉得好像黑棋 黑棋 越来越接近胜利 对黑棋应该不会 下得便宜了 嗯 好像赚了这感觉 嗯 白棋一打吃 打吃 哦 还是继续打结 还是打结啊 这样让自己劫才丰富 哦 是这意思好像看见 不对啊 这棋提完 不是要大龙要死了吗 冲这个 哎呀 什么结啊 冲这个 没冲 冲这个 哦 它冲中间是吧 对冲 它挡住 然后黑棋提结了 白棋的结材 没有 白棋的结材 一个都没找找是吗 对白棋的没有结材 这 这简直是 吃这个是亏的 哦 也不能随便乱吃 因为将来接的话 它可以直接接回来 吃完以后 将来被一打 对对对对 亏了 这个中间冲一个是结材吧 但是这个冲 嗯 也就这一个结材 或者找了半天 就找到这一枚 没有 黑白棋 黑起来好几枚了 这好几枚 那肯定打不赢 打不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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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赢算了 接回去 那这个黑棋又转了 这怎么觉得越来越接近胜利了好像 对 就看起来是这样 下来沈风看 嗯 尖这个 他小尖 哦 他又要给你打结 哦 就是 仗着自己结材丰富是吗 嗯 那他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个冲了呀 为什么不先冲掉呢 他不这儿只让人家白成了一幕吗 就是啊 这白亏一幕啊 这我觉得有点奇怪 嗯 就先你要煎也没问题 要打结也没问题 就你先冲一下 然后再打结吧 再煎吧 他冲掉这个其实也就是一幕器 对也就这样了 白系这也得了一幕器 这好像亏了我觉得 还不如先把这个冲了 不便宜反正不便宜 冲 挡住 再冲这个 是的 这个一看就是有四幕 四幕器 嗯 哎 不要他先顶座也很大 三分之一二有三分之二 比长一个 嗯 就就顶一个二有三分之二 哦 嗯 没有什么 哎那个斑 这个立一个 立一个 这个好像 我觉得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三分之二 就行了 就该顶就顶呗 对对对对对 顶这个 比如说 对顶完后也确保 打完结也他也活了 对 这这都是劫财 是的 嗯 那他把那个 结结上干嘛呢 他如果说这结一直可以 他应该觉得赢了 我觉得 哦 他应该是觉得赢了 他应该是觉得赢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胜率也是 确实很晕 就觉得八九十 老觉得已经胜定了 但其实很接近 你稍微有一点疏忽 这棋可能就回去了 嗯 这个应该是两幕多 对他结了一个 这个也是两幕多 嗯 哦不止啊 这打完 哇这个打 黑棋刚才吃这个 不要顶那个都可以 有三幕是吗 这个打完以后 这最好已经三幕了 对 这不光三幕 就是我打的话 你要打的话 将来这一打还还会多一点 哦 嗯 三幕多 这个打 这个这个力也是 局部 应该是三幕多 那就黑棋这个结肯定 小了 嗯 嗯 刚才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搬这个 如果说 白棋 我这冲大 冲大那他力 就把这个吃了就完了 对把这个吃了 把这个吃了就完了 嗯 看看这个 临近终点线 不他黑棋是 主要是觉得应该是赢了 嗯 这个时候胜率已经向白棋这边倾斜了 嗯 就是越来越清楚了 AI也看清楚了 是的 哈哈 AI那时候还看不清楚 但是这 这个没有冲掉这一幕 我觉得很奇怪 如果冲掉这一幕的话 可能会不一样 他顶了一个 对 确实不应该 这不差白差一幕吗 这莫名其妙 嗯 不应该 嗯 然后他下了什么 他把这个挤打掉了 先手 破掉他 现在没有观测 就挨了一个个收就行了 吃 沾上 我们看看最后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一个 提掉 这个可能爱好者看到这个 其实肯定看到 可能意识不大 对吧 一幕一幕的这么收 嗯 多费劲呢 多费劲 对 但是这个胜负 就在扣这半幕一幕之间呢 一幕两幕之间 你这儿亏一幕 那儿亏一幕 这棋就亏回去了 嗯 所以经常听到很多夜市的时候 有时候下不到知道 谁的时候就说 哎呀我确实是 下到后半盘的时候 也是 还领先不少 我这个地方亏三幕 这个地方亏两幕 亏几幕就亏回去了 三幕已经很恐怖了 就觉得 嗯 我们先把关子看完吧 他冲了一个提掉 然后 啊 把这个打 我看 刚才 刚才黑漆是提掉了 是吧 嗯 然后他走了 什么东西 他顶了一个顶了一个 该白洗一下 现在该白洗一下 他提掉 然后把这个粘上 是不是挤打了 对 挤打掉 好 弯掉了 所以就剩下最后的关子了 就是人在打这个了 对啊 最后一最后一下 就打吃 哎这个也还 这个不是木 对 你走这个的话 人家就断这个 是一回事 嗯 也是 嗯 那么呢 现在白洗来 对白洗来说 哎 这没有木了吗 这儿 嗯 他团上了 然后打单片结吗 这需要单结决胜负 是这意思吗 单结 不用 太刺激了 怪不得AI看得迅速 啊 来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是单结胜负 打 打吃这个 打吃 现在轮到白洗找结 你不是提了一个吗 对对对对 轮到白洗找结 白洗算 嗯 这是吧 是的是的 这个团 一下 闪掉 然后打吃 接上 明镜去看 separation 现在轮到白洗找结 白洗找了个什么结 你看看他 断了一个吧 嗯 这个是结 但是下一手就没有结 这还有一个结 但是Pay起身丶铺 communication 颠了一个 嗯 好的 嗯 重一个 没有重 这样 嗯 截上 踢截 可以踢 找什么截了 先踢了 打不赢 打不赢是什么 打不赢 冲掉很细腻 等等等等 真的打不赢啊 再给他找找截材 这儿 这儿一个 这儿玩 这儿有啊 这儿有一个 哎 打不赢吗 这为啥 哦 等着我现在提掉 再长一个 长一个我就是就算 哦 长一个你可以 哎 长一个的话 没有 我就像印一个 你也就没截裁了 哦 也那也没什么用 我还可以接住 你都没齐 那什么意思 他我没这没啥 我觉得黑鞋现在 应该是 数一目半 我觉得应该在旁边六目 我感觉啊 接住后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四 十一十二十二十四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八十二十 二十个单关 现在轮到黑鞋下 轮到黑鞋下 白鞋守候 啊 不会吧 那他这个单截他不打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十 十一三十七八十七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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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哎 确实是二十个单关 哎 这圣旅上 这黑鞋是打不赢是吗 我看看这个 没有啊 这这刚才的时候就已经是 已经不行了 对 白鞋他说是百分之 那我说的单关数错了 那我再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是吧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十九二十 没错呀 啊 这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情况 现在是轮到黑鞋收关 没错吧 等一下我再回去一下 七五七六 对 轮到黑鞋收关 没错 黑鞋弯这个 不会吧 那这个单截他不打吗 真是觉得很神奇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 我可以告诉大家结果 就是这棋的结果是 白鞋是白的 对 党一飞是以四分之一子的优势 战胜了范廷玉 那就是说白鞋是一百七七 一百七十七的话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黑鞋盘六 一种盘七 那么目前我们数的单关是双数 也就是说这棋是白鞋收货 应该是单数 也就是盘七 那这个结果他打赢 他不就赢了吗 就是说现在刚才 他在干嘛呢 就是这样的 没有他不一定打得赢 还是打不赢 他现在只能铺这个 对 这个没有 拖了提这个 他爬一个 不然他就冲这个 冲了一提 这个好像也没有确实差异 缓一个 缓一个他这也是结材 差异没结材 他爬这个 走完后他能呈一幕 白子不行 也要把这冲掉后他这个就就长一个 对他就就变成有结材了 正好差异没结材 不是他他中间这个还没冲 刚才还没冲 对 他是冲完了斩上的 对 他就中间还有结材 就是说最后 最后只差异没结材 这半期这个时候太可惜了 这是奇输的有点 这我我把这儿冲了 这一步冲了 我不就赢了吗 他那时候好像 不接这个应该也赢了 对 这一斤赢了 但是白棋 我觉得这个开起也可能是有点 有点那个 有点冲动了 这个转换好像白棋明显吃黑了 对啊 当时就觉得 这个还挺 挺搞不清的那时候 转换的时候 觉得应该是黑棋很明确的优势 但是后面的关子 肯定是说的有问题 毫无疑问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棋 就是从部级到中盘 可能中盘白棋下来很舒服 看 就攻击 对 但是呢 就是这盘棋的关子 应该是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说 如果说建议大家 喜欢扣管盘的那个棋友们 到时候 可以把这个棋布在网上找出来 咱们再好好的研究研究 这个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但是相比起 那个前盘盘和那个 但是中间的攻击和那个防守 也挺挺好玩的 对 对 白棋就是刚才这一步题 如果说直接走在外面的话 这棋局还是挺接近的 对对对对 对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好像 我感觉这个范廷运 是很精细的一位棋手 怎么今天这棋 这后面失误这么多 让我很吃惊 好 就觉得 就有点可惜吧 应该说 好 那就祝贺打一飞 进入四枪 也就是半决赛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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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